大家好 现在不管是同时还是先后 提交EB1和NiW两份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首先为什么要这样做 很简单的原因 是因为排期的情况 大家知道现在EB1和NiW排期越来越接近 现在只差9个月左右 以后根据兴权的形式 我们以前也做过预测 相差也不会太多 为什么对EB1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EB1全球都需要排期 以前看到EB3比EB2排期要快 那么为什么EB2不可能比EB1排期要快 或者接近 这也是有可能的 以前有人认为EB1永远不会有排期 而现在比如对于中国印度以外 其他的国家EB2包括NiW没有排期 EB1反而有排期 这个本身就说明对EB1 Visa Number Demand也很高 目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以后可能也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持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再提交一个NiW 也可以增加保险 有by card 先交了NiW 有较早的priority date 有一个safety net 以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再交EB1 你都可以用较早的排期日期 这一点很多人知道 但是如果你已经在准备EB1申请 或者提交了在判定 还没有批 那你要不要来交一个NiW呢 这个根据个人的情况 有一些申请人也是选择 交一个NiW申请作为buy card 因为将来的事情有的时候很难预计 这个最多只能有一些预测 具体来怎么做呢 这个一般来说呢 对于你的支持的材料呢 很多是可以共用通用的 这都是你的过去的成果嘛 不管是你的科研成果 论文引用审稿等等 顺便呢 我们大家也知道 NiW呢 不仅仅限于理工科的科研人员 没有博士学位 作为这个工程师 技术员 艺术家 商业人士 这些呢 也都有很多NiW批准的例子 所以呢 在很多时候 符合EB1的条件 可能也是同时符合NiW的条件 比如说你的推荐信 往往可以通用 但是推荐信呢 你在准备的时候 可以注意 就不要写上 这个专为EB1准备 专为NiW准备 你可以呢 有一些技巧 让推荐信呢 为两个申请都能用的 这样呢 你通过电子版 只要准备一份就行了 打印出来两份哈的copy 就可以 那么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个申请信 Petition Letter会不一样 为什么呢 根据移民法 EB1有EB1的要求 NiW有另外的要求 这两点呢 是不同的 不是说 我把EB1的材料 Petition Letter 原封不动搬过来 就符合IW要求 那你需要另外组织 有别的结构 要讲到 说NiW啊 有三个PRO啊 我为什么就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呢 Petition Letter 会有结构上相当的不同 因为呢 要来符合不同的标准 证明分别符合EB1 或者NiW的要求 但是呢 因为像前面说到 很多Supporting材料 可以共用 包括推荐信 这样呢 时间会花得比较少 甚至有的人呢 比如说申请了 EB1 因为各种原因 要么是被拒了 或者收到了很Tough的 这个RFE LenoID 那么到这个时候呢 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考虑 除了说回复 或者重新申请以外 还可以呢 另外提交NiW 作为Backup 大家知道说 终于科数 最好的时间是10年以前 其次呢 是现在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如果以前 有的时候 错过了时机 那么现在 再take action 还不晚 好 那我们讲到的是 提交EB1 和NiW 两份申请 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